阴阳啊 才是补医的良药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中医看来男主阳女主阴呢 男子补阳应该以补气为主 女子补阴呢 应该以补血为主 那么只有身体的阳气足了 阴血足了 才是真正的补医良药 那么怎样才能补阴阳呢 正所谓有句话叫做男不利寄生 女不利归韶 对于男性朋友来说 寄生肾气汤啊 为优血 对于女性来说四五汤 实不可替代的补血力气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说男不利寄生啊 那么因为在皇帝内经中说男子五八肾气衰 也就是说男子四十岁以后呀 肾就开始变得虚弱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男性朋友会觉得怕冷啊 药气酸软呀 尿皮尿急呀 欲望下降啊 那方面能力不尽人意 记忆力也下降的比腰快 这多是阳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因为肾羊有振分中筋 气化水湿 温序身体的作用 肾羊一旦不足 她的这些能力就会被血弱 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上面的那些情况 所以这时候要及时的补补肾羊 那么这时候可以参考寄生肾气汤来补补肾羊 其次说女离不开死物 在皇帝内经上说女子五七三十五扬命脉衰 也就是说女子三十五岁以后呀 气血啊 会逐渐的衰减 那么所以这时候的女性容易出现头晕呢 眼花呀 月景不调呀 总觉得心情烦躁呀 头发掉的多呀 脸色发黄啊 没有气色呀 时不时的还容易觉得手脚麻木 失眠记忆力下降 那么这时候多是气血不足的情况 气血不足 如养不了头面 滋养不了身体的五脏六腑 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上面的那些情况 可以参考四五趟来补补气血 羊气足了则身体强健 浑身充满力量 气血足了则女子面色红润有光泽 吟出她的媒体和天赋 你们 Hasan尽松黑 dalam脉潮魅力下代